這個單元呢,我們要來解一個平行線 比較稍微一點點應用的問題 那這一集的題目呢,它所闡說的是 L1已經平行L2了 再來呢,在這個地方呢 有一個突出來的形狀 有一個,這邊腳1的部分叫做42度 這腳2的地方叫做37度 那我們要求的是這個腳BSC 就是這個腳 我們姑且把它叫做腳BSC 在這個情況 那解這一集其實非常簡單 因為L1就是平行L2 那我們要用另外一個平行線的一個性質 就是如果我今天在A點呢,找一個線段 如果在A點找一個線段 它是平行L1的 那麼這個線段必定也會平行L2 那這個之間的證明 我們可以在往後的單元去做衍生證明 那我們這邊就做一個輔助線 所謂的輔助線就是通過A點 我們先做通過A點 去做一條平行L1的線 平行L1的線 那這個條叫做L3 那在L3呢 因為我們L1平行了L3 那又因為L1跟平行L2 所以呢L3也會去平行L2 那這是一個基本的一個性質 那有了這個基本性質之後呢 我們就開始應用平行線的一個 我們所謂的三大名詞的一個基本性質應用 那以L1跟L2來講 BA就是他們的結線 那這個角1呢 我們把這邊稍微做一個拆 把那個角BAC做一個拆解的部分 我們就找這個地方叫做3號 這個地方叫做角4 那BA呢可以看作L1跟L3的一個結線 那有了結線之後呢 角1是不是就等於角3呢 因為內錯角相等 所以角3等於42度 這是內錯角的部分 再來呢 L3跟L2呢 又是一個平行線 所以AC又是他們的結線 很明顯的 2號跟4號又是一個內錯角相等 所以我們又可以知道 角4等於多少呢 37度 那很明確的就是 角BAC剛好就是角3加角4 所以我們就把角3去加上角4 這兩加起來就是79度 那這個答案呢 就是角BAC等於79度 以上呢 就是這一題比較簡單的解法 加油